大家好,今天大家分享君子兰 绿冬之后,气温逐渐的下降 尤其是在北方天气 那么这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君子兰搬回到室内养护了 但是由于君子兰它是需要散色光照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生长得更加旺盛 我们把它搬回到室内的时候 什么时候给它照射光照是最适宜的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太阳升起来,我们就要把它照射光照 这些光照是比较柔和的 不会引起叶片被灼伤的现象 这样的话我们的盆土里面的一些水分 就会快速的蒸发掉 那么就不会引起根式腐烂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在中午的时候给它浇水 这时候聚温还有水温、续温都比较相近了 我们给它浇水就不会刺激到君子兰的根式 那么给它浇水的时候 这个自来水我们给它加入一流 那么这一流就是鱼烂均原度 只有一比一千的比例 适适水即可 把自来水调节好了 那么给它交换的同时 一次性把它浇透 这个土壤它就会越来越疏松 而且又可以分解出土壤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或者也可以给它浇水一点蓝科的微生物营养液 它里面含的三大元素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都是比较充足的 既可以改善水浸 又可以给它补充养分 那么这个君子兰就会很好的吸收 能让它生长得更加健壮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君子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